带您看中国的伎俩 其实好交情超过80年 中美洲友邦宏都拉斯 还是因为疫情压力 要透过萨尔瓦多购买中国疫苗 中国也曾经试图用疫苗 要求南美洲的巴拉圭和我国断交 遭到巴拉圭总统阿布多拒绝 在推特表示 我们在采购疫苗上 将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勒索 我们愿意在不以外交关系 为前提的情况下 直接与中国的药厂打交道 另一方面 上海复兴拥有大中华代理权的BNT疫苗 台湾要获得希望渺茫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扩大 中国透过入股或是自力研发 成功取得新冠病毒疫苗 更将疫苗运用在外交层面 中国的疫苗在国际上面 他的这个生育实际上并不是被确认的 他也没有想去办法去提高 他疫苗本身的这个能力 而是把这个东西直接利用物以稀为贵 当成工具 那鱼木混珠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延伸 他外交影响力 如今印度自顾不暇 限制疫苗输出 美国也管制制造疫苗的原料和设备 让中国有机会补上疫苗供应链缺口 进一步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 对友邦挖墙脚 他把疫苗当成是个战略工具 中国现在又又在利用他对WHO影响力 那取得WHO对他的疫苗的认证 用这个东西来推广 所以在这部分我觉得我们运营的压力 当然会越来越重 学者认为未来国产疫苗问世 台湾也能有疫苗外交的机会 但目前应该先堵住防疫破口 维持防疫好成绩 才能持续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华世新闻就刚才松前 台北报道